花蓮市原住民狩猎祭 即日起由12个部落各自安排时间来举行 透过祭典要把原住民的传统狩猎祭艺 猎祭制作还有生态保育观念可以传递给下一代 而市长威嘉贤12月6号分别前往了 拉苏丹部落还有吉巴尔巴尔兰部落 来亲自体验阿美族的重要传统记忆文化 部落妇女一大早就忙着烹煮佳肴 有原住民野菜、水煮花生 还有主角三杯鸟 这就是早期原住民用陷阱捕获的鸟类 大家一起享用野味大餐的狩猎祭 虽然时代变迁已经没有地方来设陷阱捕鸟 不过这项传统的原住民狩猎祭艺 依然透过每年的狩猎祭活动 希望可以代代传承 那我们在各个部落里面也开始展开我们的狩猎祭 那从礼拜六到12月5号到12月6号 那我们非常多的部落都已经开始在做相关狩猎祭的活动 那由于是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习俗 那我们也尊重原住民的一个文化的部分 那很多的部落也开始来做相关的一个活动祭艺之前的准备 那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传承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都能够学习过去老祖宗的智慧跟精神 那才能够有对未来的文化传承更有概念 那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部落里面都能够有心血加入 而且可以重展部落的一个新的风貌 那花蓮寺公所不论在文化方面还是教育方面 在经济方面都有开办不同的课程 也欢迎所有青年朋友有兴趣的话 可以进下花蓮寺公所语言行课 109年花蓮市原住民狩猎季12月5号起 由12个部落各自安排时间来举行 市长魏嘉贤12月6号分别前往了拉苏丹部落 还有几巴尔巴尔兰部落 来亲自体验阿美族重要的传统碎食祭鱼 并且制证了文化礼金 希望可以透过祭典举办将原住民的传统狩猎季 还有猎剧制作及生态保育观念传递给下一代 市长也鼓励部落族人还有年轻的一代 可以多多参加市公所举办的传统技艺文化 还有产业教学课程 希望可以有效来带动部落的经济振兴活络 居旅会欢迎市报道